這間店鋪其實在香港也有一輪 我沒記錯叫做Reserval Iberical 在灣仔近來是三里團的地方 就是灣景大廈還是灣景中心 開了一間新的分店 其實它在APM 中環也有 我記得觀塘有,APM也有 中環好像也有 中環也不記得 可能報錯了,但APM那間永遠都找不到位 不知為何本堂市民很喜歡吃西班牙的食物 對,他的午餐文書很超值 我也有吃過午餐,真的很划算 另外我們看看他的下張信,就是他的店 這個不是的 這個好像著名的球星在簽名 這個是Nado 即是網球舉星 這個就是我在西班牙其中一間餐廳拍到 即是下一個餐廳 不好意思,先跳過去 其實這間餐廳叫Reserval Iberical 其實雖然在香港開 其實它真的在巴塞隆納有這間店 有個朋友移民去西班牙 也有跟我說,你這間店在香港 是否和我現在在巴塞隆納是同一間 其實真的,它在香港開分別 它開到來香港 所以它的火腿的確是由西班牙過來的 現在你現場的照片是否就是這張 這張呢 因為其實有一點點撈亂 那下張照片不要緊 那下張下張 那現場是有師傅切這個火腿 是的 都像模像樣的 我們跳兩張照片 因為現場也有些技師幫忙切 所以那天我們吃得挺開心 再下一張照片 切出來之後那個platter真的很過份 就有四款不同的火腿 有四個不同的年份 我們由右邊數起 那個是白毛珠 就是三十個月 然後再數下去 就是三十六個月的黑毛珠 然後就是四十八個月的黑毛珠 我去之前一張照片 然後最後就是六十四個月的黑毛珠 其實我這次第一次吃六十四個月 我真是比較孤流寡問 六十四就之前在西班牙吃得多一點 吃得多一點 因為在香港其實相對價錢價貴 而且你在西班牙 其實火腿對他們來說是很普遍的食物 都是 所以很自然就不知道第一件事 好啊火腿 第一件事好像去到餐廳不用想 火腿 有親切感 是的 吃火腿這件事 這個文化隔膜是沒有的 對 擦大口就吃得到 還有在西班牙 有一個情況 就是你去到那些 Tapas Bar 那些火腿 吊在你的頭上 每次我都開玩笑 他會滴油在我的頭上 我們會開玩笑 但當然不會 他有個類似漏斗的東西 裝著 就好像我之前那兩張照片 有一個人在那裡切火腿 然後火腿就掛滿圓條 就是剛才第三張照片 好我聽到第三張照片 不好意思 第三張 有很多火腿吊著 剛才出現過的 就是這樣 他這個也不算最壯觀 我見過最壯觀的那些 他馬上看完你的頭頂 我見過頭頂有like 都有試過去一些西班牙的超市 即不是香港那些 是真的去到Madrid 或者Barcelona那邊的 西班牙超市 很多朋友都去過 他那個是基本上一張牆 都是火腿 火腿長 是一張牆 而你可以跟他說 我想買一隻腿回去 但你幫我切開它 他就切皮去關 切完之後 每包真空包裝 這樣拿回香港 其實我覺得這樣是方便 首先你又不會浪費了一隻腿 還有你原隻腿真的不要拿到 拿不到 除非 而且重度 但我不知道骨頭可否保留 應該可以 如果你要求 因為聽說骨頭熬湯很棒 很明顯是豬骨頭 而且骨頭很濃的味道 拿回去熬湯很濃的 而且剛才你給我看 這個是5J的 我覺得應該是否有一張照片 是那個Tag 我們要看第五張照片 麻煩你 跳一張照片 如果是5J的那些 它是有那個Tag 告訴你豬 是什麼豬種 它的出品 每隻豬都有的 5J的火腿 通常因為那些豬吃那些栗果 脹果 於是令到它的身體的脂肪 發出一股很香的味道 那個油香是明顯吃得出的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自己的脂肪 有這麼香味 就吃少一點肉 吃多一點素 就吃栗子 吃醬果類的東西 那你的身體的味道就會很香 理論上是這樣 但我們這麼喜歡吃東西的人 很難做這件事 那吃些好一點的東西 對的 你想像這個香香公主 吃花的 整身都很香 對的 所以You are what you eat 真的 那我們跳去尾的那張照 麻煩 尾的那張照 不好意思 跳來跳去的照 這個就是切出來的5J火腿 應該 當時你在西班牙吃的 香港也有得賣的 有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更加價呢 我知道是不是有一個倉 專門收藏這個火腿 但其實在幾間很大型的超市 比如金鐘PP那裡 都有一個專門的corner 就是那個西班牙火腿 有一個專門的corner 其實有些包好了 它是5J火腿賣的 我當時看到就是270多 200克 但現在不知道 因為所有東西都貴了 對的 尤其是這個月 大家都是慶祝聖誕節 那些fasting season 就很難說 真的更加貴 這個火腿其實是很好吃的 因為真的入口即用 但他們西班牙人教我 他們說你們不用這麼斯文 不用用叉去刺 我用手 直接拿手 按手吃的 那天我和你吃都用手吃的 我也是 然後有空等 看下一張照片 就是當地西班牙人切 他們的西班牙人切 可能因為很專業 只是做這件事 所以他們可以悉心打扮 真的當自己是一個明星 但我多數是見男人切 沒有什麼都見過女人切 不知為什麼 真的 還有他們永遠都有姿勢 還有整個人好整個人 總之出來是一個英俊 沒得輸 剛才我們隔著講過 就是灣仔那間的 Reserver Iberical 那間店 可以吃到不同的火腿 吃了四種不同的火腿 有三十個月至六個四個月 另外想說一說 就是最後三張照片 除了這件事 它有一件事叫 Iberical羊 即是Iberical pork 那叫什麼email 即是黑毛豬 但原來有黑毛羊 這間餐廳供應了黑毛羊的羊肉 想不到這麼好吃 其實我想大家對於 吃Iberical的地區 大家第一件事想到豬 而當地的人也將這件事 打造成是當地特產品牌 對於相對 其實也有可能出產牛 或者羊這些 相對沒有這麼多的事宣傳 變了當我們那天聽到 驚為天人 當然要吃 那天你負責切 你切開一下 完全是分解了 基本上是海洋刷就這樣拉開 肉嫩滑得 入口也是 它有羊肉味 其實我覺得不酥 不過如果有些人很怕酥味 都會感覺到酥味 最重要是肉很嫩滑 而且它說起來 原先在Iberical這個地方 有四種羊 有兩種已經鑄了 現在保存的是其中一種 所以其實有興趣 我覺得吃到豬多 不妨去試 可以吃一下羊 有吃到羊的人 就可以試一下 是的 能夠吃到羊都很幸福 有時冬天吃羊 不一定吃羊腩煲 吃Iberical羊 好像這個名字 很棒 Iberical羊 另外我們可以花一點時間 再說第七 TWIST BUCKLE 其實吃了很多食品之後 你都想吃西班牙油炸鬼 香港現在終於有專門店 我記得十多年前 都有人上開專門店 但是不成功 因為那時對於西班牙食 大家好像還有些抗拒 現在就不同了 這間看看第四張照片 現場就會立刻做這些油炸鬼 這種油炸鬼不過是甜食的 我們看看下一張照片 是不是這張照片 是這張 可以點朱古力吃的 傳統上是點朱古力吃的 我也聽過人說是早上吃 但早上吃甜食 可能對於我們都是窄窄的 可能對於西班牙人或歐洲人 吃朱古力不是一件問題 甜食不是一件事 所以他們可以當作早餐 就是油炸鬼 你覺得這個味道如何? 我叫這個味道比較偏傳統 還有是有肉桂的 有少少肉桂味 聖誕感覺 感覺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